OK,各位隆华科大的同學大家好 應趙茅林老師的邀請 希望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有關App UI和UX 設計師的技能、業界的現況 我做一些簡單的分享 我是吳清輝老師 接下來的話,我大概會按照整個 大概的步驟、課程綱要 因為今天原則上 大概就是一個多小時的一個 算是經驗的分享吧 我大概要講的內容 大概原則上就是會分成這五個部分的內容 會先稍微講一下我自己 然後再來就是有關 一些課程的相關簡介 另外的話,就是稍微比較一下UI跟UX 另外的話,有關UI跟UX 相關的所需要的專業技能 包含就是說 從使用者的介面設計 一直到視覺、美感等等的相關說明 當然UI簡單就是User User Interface 指的其實就是使用者的介面 Interface 那UX的話指的就是 X指的是 Experience 就是經驗 那也就是說這個UX是比較後期才產生的一項 算是技能吧 那這個技能主要當然就是說 因為以前的設計師比較專注於 就是說程式介面的設計 所以比較不會特別考慮到使用者的感受跟經驗 然後感覺上也沒有那麼的友善 所以有些時候設計起來會相對的比較 就是用起來沒有那麼順暢 然後呢感覺起來其實會有蠻多的使用上面的障礙 那當然呢因為主要原因是因為工程師的思維 所以慢慢的有這種UX這樣的一個設計師的需求 不過其實如果你今天是在比較小型的公司的話 其實說真的比較沒有區分 也就是UI跟UX其實都要做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比較大型的企業 那相對的會區分的比較清楚一些些 不過我是建議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你可以有大家多了解一些些 然後盡量的培養這相關的興趣 那可以針對你自己比較有興趣的部分 多多去學習 對於將來各位在就業上面 會有一定的幫助 因為我大部分人都是希望說 能夠把所學的用在你的工作上面 然後呢相對的也能夠找到一個好工作 然後相對的也能夠一個好的收入 並且能夠有成就感 OK 那首先的話我稍微簡單做一個自我的簡介 因為我今天主要還是希望分享一些有關我以前的業界經驗 然後給大家一些未來在職涯上面的一些經驗的分享 OK 那首先的話呢我自己簡介一下 如果你要找到我 你可以找Google 關鍵是 吳老師教學 或者其實找吳老師也會找到 那理論上吳老師教學 在Google上面 我目前看起來好像還是排在前面幾個 我不太確定第幾個 反正一定在第一個page裡面就可以找到我的東西 那因為我教學的經驗其實還算豐富 至少交了20年 那每次上課也都會錄影下來 所以你在YouTube上面也會找到非常多我相關的影片 包含就是目前比較多的像是 Excel的VBA 或者是說呢手機的APP開發等等的 其實還蠻多影片的 那再來的話呢 這是我相關的簡歷 目前的話呢 我Google關鍵字其實可以找到蠻多 另外的話呢 我的部落格上面也有上千篇的一些教學文章 就是把我以前的相關教學經驗 東東把它寫成就是一些簡單的教學分享吧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其實也蠻多單位會找我去授一些相關的課程 那另外的話 YouTube目前訂閱人數 我印象中好像已經快要3.8 就是3.8 38K了 就是3.8 那這個是主要的頻道 那當然我不只是單一個頻道 其實我好像有至少5個以上的頻道吧 其實主要有在經營的 會有比較重要的兩個頻道 那其他的話就是之前有曾經擔任過那個 就是電腦公司的執行長 有5年的經驗 那在這5年當中也拿過獎項 就是金峰獎的這個傑出創業楷模 另外的話目前也擔任就是資訊公司的資深顧問 那再來的話就是在各大專院校也從事這個 就是一些經驗的分享 目前在台灣師大 還有東吳、圓志等等的學校 就是幫忙授一些城市設計類的課程 那另外的話在推廣部 像東吳推廣部、文化推廣部 然後智強 甚至還有很多的業界的內訓 那目前的話有像之前曾經上過的課程 像全球人壽、統一證券、中國人壽 甚至下個月吧 像DHL他也邀請我到他們公司 幫忙授一些有關這個VBA的相關課程 其他還有像在學校也有擔任過業界專家的服務 那我拿了一些獎項 包含就是教學卓業獎項跟趨勢先鋒獎項 另外我自己的證照也超過30張以上 最近取得的包含就是像Power BI 還有就是Python Python的這個相關像網路爬蟲 或者城市設計等等的 那其他的我也拿過Office Office裡面當然像WordEase Powerpoint等等 那其他的話還有就是說 手機的城市設計相關像Android 那這個部分的話其實主要用的語言是Java 那目前當然你們現在學的可能是App Inventor 相對是比較簡單一些些 不過很多東西其實實際上是觀念相通的 只是說一個是需要寫程式 那一個是當然是一個比較直覺的 不需要寫程式 不過各自有各自的優缺點 那再來的話就是 我曾經擔任過App開發的評審 比如2011年11月在東南科大的指管系 或者是2012年在海洋科技大學 就是邀請我去做這個App開發的這個演講 然後另外的話也曾經在這個淡江之工 開設那個就是有關Android 這個當然是城市設計的App開發的那個授課獎師 然後其他還有像德明科大等等的 這個也是證照考試 另外的話呢在2017年也擔任過東吳 有辦了一個App開發的比賽 那我擔任的是這個評審長 OK 那這個是當天的畫面 那我上去幫忙講 那這個是評審的實際上狀況 那當然我蠻推薦各位 如果將來對App開發有興趣的同學的話 其實不妨可以思考一下 將來是不是說可以組隊 有一個目標 不管說會不會能夠得獎 那當然至少你參與的過程當中 你會學習到更多 那當然呢你們可以就是說 將來最好是分工 因為其實有一個App要能夠開發出來 實際上一個人要從頭做到尾真的是不太可能 除非你是全能型的 那你說哪些是最重要 其實我覺得至少可以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當然程式開發 寫程式當然是必要的 不過其實一個App的成功不是只有程式部分 其他還有像美工 所以可能也還需要美工人員 至少能夠把那個App做得漂亮一點 你會發現一個得獎的App 其實這個界面的美官 已經大概就贏了一半了 所以你即便你功能很強大 但是你美工做不好 其實說真的很難得獎 有的時候其實還是第一印象 再來的話最重要 其實也是穿針引線部分 還是要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人在背後做一些專案的管理 一般的話其實在軟體公司 會有所謂的PM 就是一個算是專案管理的一個經理 然後會幫忙安排像 比如說時間的安排 schedule的安排等等的 ok 那再來的話呢 最近也獲邀擔任那個就是 大學程式設計的這個交流會 那這個當然因為現在教育部 從108年就開始大力推動程式設計 那希望非資訊相關的科系的學生呢 也能夠修習 就是能夠修這種程式設計的課程 也就是希望全面的 從國小國中一直高中到大學 希望都能夠 100%的都能夠學程式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趨勢 其實可以顯見的 因為現在基本上所有東西都會用電腦 會用手機 或者是甚至裝置上面也其實都有裝設跟電腦一樣的功能 它會不斷產生資料 當這種資料太龐大 像大數據產生的時候 那如果說你不用程式來處理的話 用人工來基本上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基本上都會需要有人去寫程式幫忙解決問題 所以未來其實你會發現很多東西 都會需要有程式設計人才 舉例來說 就像現在銀行 你會發現現在銀行實體的銀行越來越少 取而代之的其實基本上都是網路銀行 而且你會發現 像我也開了幾個這個 算什麼 網路銀行的這個帳戶 我發現還蠻順暢的 而且好處就是說 你只要在線上申請 拍個照把你的一些資料填完之後 你戶頭就打 就有了 像什麼 像最近我申請像Line Band OK 就是Line的那個銀行 其實好像也沒什麼 但它好處我覺得 就是說 它的那個相關的優惠其實還蠻多的 OK 不論是刷卡的優惠或者是說利率的優惠 其實倒也相對的是比較 為什麼它能夠有這麼多的優惠 當然剛開始它會燒錢 可是因為它的成本降低 它不需要去租很大的這種辦公大樓 比如說店面 像有些銀行必須要租什麼 租那個人家的一樓店面 它租金相當的昂貴 所以它等於是把一些 這個 預算可以把它省下來 當然它可以回饋給它的用戶 OK 所以你會發現 你基本上是看不到任何人 但是背後你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 那都需要有程式設計的人才在背後 包含就是說Liteband 它可能有大部分都是手機 所以它的手機APP 其實等於就是它的門面 那當然它如果可以把門面做得很好 使用的第一個 UI做得很好 那當然使用起來沒問題 那UX就是使用經驗也都沒問題 那你會發現其實 你在做一些交易啊 上面其實就很流暢 包含就是我要存錢 然後呢 我要再轉帳給別人 或者說我要再提款 其實也都可以透過APP完成 這都沒什麼問題啊 所以你會發現 很多時候呢 從實體再到虛擬 其實慢慢就會變成很必然的 那除了銀行之外 其實像你現在買東西也這樣 像蝦皮購物啦 或者像PC Home等等的 那其實你會發現 買東西也沒什麼問題 那但是你可以感覺到 買到的價錢其實有時候會更便宜 而且優惠更多 那差別只是說呢 你買東西也是透過手機的APP 當然或者你透過網頁啦 那諸如此類的太多了 生活裡面呢 太多太多其實都會需要透過APP 或者透過網站 可以把這些事情完成 OK 那現在還有什麼 像學校也是一樣 學校的APP 慢慢越來越重要 以前可能 學校網站 可能佔的重要性比較高 可是你會發現 現在的人很懶得 去打開網頁 直接手機APP打開就可以了 還像疫情高漲 你會發現 現在APP很重要 因為所有東西都需要透過APP 才能做這個 比如說像你掃實名字 雖然現在掃實名字不需要了 不過之前 需要APP的部分 其實也都相當的多了 那諸如此類的 也就是說呢 APP的重要性 與時俱進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大概講一下 有關我自己的一些開發經驗 那當然 這個 最早 其實如果講比較早之前 在APP的年代之前 其實APP比較新盛 大概也就是這幾年 印象中大概是2014年之後 才慢慢比較熱門 那在2014年以前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不過其實不是很重要 因為主要以前的年代 現在都是所謂的 所謂的動態網站 那這個動態網站的話 實際上 就是說 如果假設 有點像那個APP 那只是說APP 把它轉換到 網頁的一個服務 那這個動態網站的技術 我之前曾經教過 有主要這四種 那其中的話 ASP 它語言有點像VB PHP的話 有自己本身的語言 那ASP.NET 它又等於是把ASP延伸出來 變成多一個DANET的技術 然後還有JSP JSP是Java的技術 OK 那甚至的話 像Python本身也可以寫動態網站 OK 那背後的話是會跟資料庫做一些同步的動作 那慢慢演變成那個APP 其實這部分兩指之間其實是有蠻大的關聯性的 其實坦白講 其實等於就是把那個畫面稍微縮小一點點 讓你可以在手機上面 可以運作的流暢 大體上是這樣 那當然在更早之前 其實我還曾經 教過有一些 像我最早開發的其實是VB6 那它是Windows的視窗環境 不過呢 Windows視窗環境的缺點 現在應該沒有人會把一台這個電腦或者筆電 筆電可能還是有可能 但早期那個電腦你不能帶著走 所以它的可惜性非常的差 所以慢慢才會演變出網頁再到APP 那不過未來還會變成什麼樣子 其實當然你可以可想而知 應該可惜性越來越高 所以它相對的也就越來越微型化 當然不只是在手機上面 可能在任何的家電 你方便 你很容易可以存取的地方 其實都有可能會需要城市的開發 比如說像可能 甚至像現在電動車也是一個發展的趨勢 那要怎麼做開發 其實我最早之前也教過像Java 不過你會發現用Java來開發APP 那真的是蠻痛苦的 以前的話你會發現只是簡單的功能 像你們現在用App Inventer來寫的話 已經變得非常簡單 而且甚至一行程式都不用寫 但是還是需要學習 後來其實我也教過像那個Phone Gap Phone Gap 其實它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把那個網站的概念 把它加到手機 就是自動幫你轉換 也是其實它裡面其實也是網站的設計 但是呢 它就把它有點像虛擬成一個App 讓你以為你在使用App 但實際上背後也是一個網站 所以其實有點換湯不斷換藥 但這個技術 最近去年的時候已經被捨棄了 所以後來這個好像那個 本來是有一家叫Adobe 就Photoshop那家公司支援的 但是後來也就沒用了 那像微軟 這家公司它本來有C Sharp 它用C Sharp開發手機的跨平台 不過這個技術 我不確定後來它有沒有再繼續用 慢慢好像也四圍了 所以其實很多技術 它有那個 怎麼講 高元期 但是慢慢的如果沒有人用的話 它慢慢就會消失了 那現在的話呢 我發現那個App Inventor 像你們現在學的 MIT的這個App Inventor 其實已經非常強大了 那早期當然我剛開始看到 我會覺得它有點像玩具 不過慢慢發現 現在用起來 感覺它已經不是跟以前一樣 那麼的難用 而且功能慢慢也越來越全面 而且強大 但是我建議 如果你對於程式開發有興趣的 我建議你可以 再慢慢去接觸一些 跟程式有關的內容 所以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自己的相關背景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有關UI 跟UX的定義 並且稍微比較一下 那你們可以先從那個 有一張圖稍微可以看一下 其實呢 如果你們要比較的話 其實可以先看這一張圖 那各位可以看到 像這一張圖的話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像這一塊的話 這一塊部分的話 就是所謂的UX 就是UX工程師 就是它的專業度的部分 主要是這個區塊 那UI的話 主要是這個區塊 但是它有重疊的部分 那至於有哪些差別 我們待會再來跟各位做個說明 OK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的分享 我是分成幾個段落 所以第一個我剛剛主要是針對 我的這個 這個 我自己做一個介紹 待會的話我們再來看 有關就是UI跟UX的定義比較 那我會幫各位稍微敘述一下 我所知道的相關知識 那提供給各位 將來在 也許你在學習啊 或者是說將來在就業上面 能夠對於這兩者之間的差異 去做一些這個學習 OK 那我們第一段落先到這邊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第二個部分 好準喔